兔兔老是打喷嚏,但是没有流鼻涕这些感冒症状,除了感冒的话,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兔兔打喷嚏呢? 首先兔兔打喷嚏就是我们所知道的。 由于着凉感冒引起兔兔的呼吸道感染,感冒时的打喷嚏会伴随流涕,腹腺呕吐,可能还会精神萎靡,食欲不振。 春季换季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 这时需要喂药治疗,建议及时咨询宠物医生。 如果没有以上的其他症状,兔兔只是单单打喷嚏。 过敏源可能是我们给兔兔投喂的,甘草中的一些成分。 或是我们将兔兔放在阳台,沿路吹来的花粉导致的过敏。 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兔兔还是打喷嚏。 可以检查一下,是否是由打扫卫生养起的粉尘,或是抽烟带来的烟雾,或者是比较浓郁的香水气味。 这些都有可能会刺激兔子出现打喷嚏哦。 关注我们,每日更新小宠一集。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